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臺灣新鑑街 我是阿民 張偉銘 我們說今天是先進到一個這個 競話一陣 讓你知道 沒有人好這個本土岸的 我們說這個沒有本土岸的 已經是第二天了 我們看到通風病院 確診的個案裡面 這段只有這個案 八百八十有遺憾 這個症犯 目前要在隔離治療 當中 另外從我們說 去年到這段 當中的病院 累積有五十四的人 現主時間 六的人是當中在 當中 另外我們說到 八百八十九雷 到八百九十雷 這個感染源頭 這段還要到遭遇 我們說到 從這個症犯裡面 在治療當中 其實我們說 真的要 六關去看待 但是我們看到 全球疫情 打到這段 這麼嚴重 我們看到這段 已經是突破 一億人來確診 我們說 雖然恐怖人數 也差不多一半一半 所以 但是我們看到 因為這個病毒 這段是有一種出生 是打得比較快 感染的人 越來越多 這個部份 這個人真的嚇人 另外我們看到 這個暴力通病 最新的狀況是什麼 這個部份 我們看到這個 呼應 定員說什麼 專醫差不多兩千 一百名 原工目前已經有一千 五百位完成 台減 台減率差不多七星 另外我們說 有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說 專醫本地是這個紅區 有了 但是有一站樓 十一樓 這個火力及到要住 住他們的人 說原工另外 他們說四十個 到四十九的人 總是原工 跟住的人 差不多九十九的人 九十八的人 這段 給你告訴你 台減率是他們的 一個情節人員 等台減率 因為一張是這個清價 這個部份 專案 我們說本地要控制 這個五千人 這段已經有三千 兩百六十二 來去做一些這個 價值 我們看到 我們說通風刺 這段真的是盪起來 通風刺 在日本餐 在在風雨 會議有兩個選擇 就是現在 通風便宜感染 時間是十禮拜 六十十八點 都要記憲 我們說的這個風雨 這個會議 另外化邊 也在八地 這裡大規模 去消毒 另外 基加減率 採減匯用 這是政府的出 但是交通匯的 這個部份 是民眾來講 來自己去出 所以我們說 真的有一些這個部份 關頭的部份 我們剛才說八百八九 八百九十 他們這個關頭 還要去理清 但是他們說要有一個會清 調查 這個報告 需要多一段這個時間 在這裡 雖然說是少年 三已經兩天 沒有本土安 大家不要太高興 但是可以稍微安慰 但是我們說 很多這個疫情的挑戰 還要很大 透過今天的節目 我們做回來對位 現在要請接不定 三位來賓 第二位要請高雄醫師公會 理事長 翁鳳玉 觀眾朋友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理事長你好 第二位要請台北 醫學 大家好 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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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利生 主席 您好 第三位要請到 我們保險 綜藥人員 我們五家報 大家好 市府先生要帶大家來看 今天真的是沒有這個 新的這個本土安蕾 但是我們一天一天在算 一月齊了 一月十九 這個期間 我們說最沒有就是十四天 還有七天的 我們說足足健康 這個部分 所以當時有二十一天 觀察期還很長 所以我們要先來請大家 來看今天 但是都沒有 站在到今天的新的 經過醫院 還有一些醫療人員 在我們說管理也好 還是看這個部分 有做一些將來的措施 先做給我聽 採檢陰性 那一名清潔人員 目前在檢驗中 那今天發掘的基準是醫師每人 每日新台幣 這指的是有直接照顧 醫師每人每日新台幣1萬元 護理師 護理人員每人每班1萬元 負責 醫師放射 及專任感染管制人員 每人每月1萬元 我們在打疫苗 在一月三十日起 公費流感疫苗開放 全民接種 是的 我們說到修圓所兩天沒 本土的案例 現在可以幫忙嗎 我們本身就沒有很緊張 我臺灣 臺灣的邊緣都很好 這個北斗不知道怎麼有在臺灣 磐石艦隊都沒有帶出來 所以臺灣我個人 我當然是越生氣越好 但是我都覺得說 我們很認真 古人說主持人剛才說 當地養殖家 養護之家 其實我們很早的養護之家 就不能讓人會客 或是會客可以絕對的時間 要洗手 要戴口罩 時間越對越好 所以臺灣本來就做得很好 如是說世界有幾億人口 美國有兩千五百萬 有得到這個企業 臺灣總共也比較九百 怕這塊是比較九百 我們希望你很多 比較適合的人 輸入力不至0.8% 所以我們看世界各國 輸入力都差不多1%到4% 臺灣是表現都很好 我們就是可能兩百幾日不確診 所以我們就是稍微輕鬆 但是基本功夫都在 所以譬如說臺灣病院這邊有十五個人 九個人在病院被圍住 在病院被圍住有兩個意思 第一就是我們比較好來灌 因為他在病院嘛 我們就來查比較好查 第二就是說病院比較安全 就是因為他有病人在那裡 所以病院可以更加強 有六個人大家都說這是社區傳染 如果我 我覺得這是家庭的傳染 家庭的傳染 因為都是家庭嘛 是 所以就是家庭 不夠社區的 現在社區的傳染 傳播傳染 這可能比較嚴重 所以臺灣現在比較家庭而已 如果我們這幾個禮可以過得很好 大家都很審議 因為醫生的臉書 什麼都很清澈 大家如果很認真 我是覺得我們應該修不住 但是就是說 如果過年又很多人回家 我們就要修得比較辛苦一點 OK 完蛋 過年是一個人家 人家 還會回來臺灣的一個官房 所以那時候也要繼續去注意 另外我們繼續 還請到府議長 其實我們剛才說到 不用太緊張 因為我們說臺灣的這個風雨 真的做了它算不錯 但是也有人說八百八九 八百九十 就找不到這個感染的完頭 我們早也有說過 其實我們就說 這其實有一個 可能已經到社區 還是說要再停在便宜 府議長你怎麼看 我基本上來看 是跟這個 王立市長是一樣 我們現在就是要洗禮 但是不可以太緊張 OK 這次這個病院感染的事情 大家都很關心 不過我是覺得說 對我們已經收一年多了 大家都收得很好 而且這個桃園病院也是一個專責醫院 他有這二十Percent的病人 這種感染病人已經是很療不棄了 應該是要鼓勵 有些病毒 現在病毒很驚訝 所以你不知道說他對對傳染 傳染過來了 是 大家很小心 也是有這個可能 不過我是覺得真有信心 是因為大家的民眾還是這個 我們的專業的林園 大家這種水源也好 風風也好 大家做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這都雖然差沒有這個感染源 但是也不用太緊張 因為我覺得現在也是不夠小區感染的 現在的地方 所以兩位專家都說不用緊張 但是這次有人很緊張 保險看一看買 我們先來邀請家保 真的這次我們說工作這麼不利 其實是產險公司的工作這麼不利 不是你嗎 不是我 但是你要怎麼看這輩子 因為我們說本土案的他又産生了 其他這個産險的這個公司 真的 他們這個我們說熱度 真的是很興奮 你怎麼看 他這次蔡英文公司推出的產品 大家如果看到這個 這個 你如果是有扶的 這些地方 譬如說居家的隔離 隔離 或是基準的隔離 或是說這個隔離的治療 或是說這個 基格減 基格減 是 反正就是這個五項 你如果是有付這個條件 基本上你付這個五百塊 就可以得到這個十萬塊這樣 有一個剛才的條件 就是說我們政府 已經有規定說 當一個國家你不能棄 你如果是棄的位 如果有得到新冠肺炎 然後武漢的肺炎 這個部分他就是沒辦法 有其他國家這個隔離很多 你這個就是沒辦法 這個就是蘇伊的國 就是在國內才有 對 尤其我們說 這段這個我們說 討論跟五千人都空裂 這五千人應該也是沒有 就是因為之前都沒有完全到佈 所以這月應該是拿不到 這十萬塊 這月拿不到 OK 這是我們說這段 這個現象跟儲勢 我們回過頭來說 等一下這麼好話說保險 其實我們說有十三間 可能也有在做相關的保險 十三間公司都可以做 但是我們說五百塊的只有一間而已 其他我們待會好好來比一下 但是我們說到 很多的風險 也不能放鬆起來 雖然我們說少年選兩天 沒有這個本土案的 我們再來回過頭來想說 為什麼這段有人在討論說 這個我們說十一樓這個火力之家 他可能是有危險性和嚴重性 就是我們過去在討論說 可能我們說有分成紅庫 或是說立庫 沒手 我們看到立庫的這個所在 十一樓我們說到火力之家 可能他這個電腿老闆 可能也會受影響到 先走我來看 為何保留長便宜 已經發現十幾個人感染 新冠危險 醫療大樓傳統農協 在做感染風險管的紅庫 所以只把十一樓的火力之家擺讀 雖然疫情機會中心 已經安排火力之家採檢 但是有專家認為說 那是火力之家跟便宜 因為他的位置實在是太接近了 所以對這個地方要非常地小心 那最好至少要塞一次抗體 確定所有人都沒有抗體 那大概病毒真的沒有來過 另外保理通病院新增加兩人感染 不明的個案 也顯示出以來可能還有其他團部連 不可能也沒有抗體 去控告發言 如果是這些病人注意了 後就有可能的大北斗去社區 建議保理通病院附近的醫療 儀素都應該拿來提官警告 拿社區團部來提早做準備 好像不是就一條傳染鏈 不是那麼好控制 那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可能疫情說不定更早就有了 那社區的風險就會更大 專家公調說感染新冠北斗 可能有不正常侵犧到重 侵犧到重侵犧 侵犧者可能會直接去基材 精速就醫 所以也建議政府中心 應該要趕緊把新冠北斗的快胎 製作本後基材的精速 但是像是流感的快胎製作一樣 這可以兩者發現技術敗勒 比不用空氣越來越大 記者總會報道 要來去做一些進行 尤其一般的醫療禁售 我們繼續請教醫師 兩個部分 一個是我們剛才說的 這個火力自家 這段有人在炒 到底他流通的這個環境 是不是整個改造是紅 但是我們看第一件 就是採檢就是隱形 另外就是說 對一般禁售來說 這個快胎器座 一般我們說第一順的基材的禁售 真的有幫助嗎 這檢查不到百分之百 所以剛才不夠想就是在說 你檢查不到百分之百 你把它調去看有抗體嗎 有抗體就應該沒辦法得過 這樣就有另外一種藝術 是 這是複製作兩種檢查是更加準 讓你隨便知道 我太想了 我們所有的市場衛生 都覺得很嚴格 今天就是怕第一 他的人 老闆開兩三間 這間不夠人 這間照片照片 他沒有抗體 第二就是怕抗體 他都沒有抗體 十幾個都做得到 這是比較怕 第三就是剛才說的 共用電梯 所以他的慕容意思就是 在說吸手點 吸手點 吸手點意思就是說 像我今天就帶這個 你現在在電梯坐一坐 你用養護之家 你就消毒一下 消毒一下 你現在要處理的時候 你一尾到一尾到處都放到這個 還是有規管 就一尾到一尾都有一個洗手點 還是清潔消毒點 這是最重要的 這樣的時候就比較沒關係 所以就是藝術到現在看來是 目前沒事 就是這很難說 因為這個北毒就是很難暗生 另外我剛才說 我自己比較放心是因為 在高雄 現在沒有辦法本土的 我高雄來 OK 就沒有辦法人在高雄市場 所以我比較輕鬆 但是高雄市場是很緊張 單市場很緊張 衛生局局也很緊張 我們一月二日 就讓衛生局開記者會 一月二五三還開記者會 就是大家都說 要怎麼贏 我們現在已經做到說 你居家隔離 你居家隔離那些都很嚴重 自主管理 自主經營管理的人 你如果要診施 有什麼不行 你破壞 如果有生武漢會員的 你發生 你掃 你落塞 你要先卡丁 是 如果看他生 他有防疫 計程車在你平衡 你比較不省 是說你香港很長 你出壞就要開銷 你可以視訊 就是用耐視訊 還是卡丁 那時候已經做到這樣了 早上我就問了 我就問專家說 因為我們在民間 不知道嘛 我就問 衛生局說八百八十九和 八百八十九和八百九十 那這兩個是怎麼圍到的 是不是說 我們有一個叫做 媒介傳染 就是說有的人 他在公園很大聲 噴嘴 噴到電腿都是 或是手都是摸來摸去 不是不戴口罩傳染 是因為摸來摸去 他平在沖摸來 他摸你 你摸到眼睛摸到平 有可能嗎 是 高雄市衛生局是說 他們都不知道 現在還不知道 我們就是希望 可以找出來說 那兩個怎麼圍到 不知道說 要怎麼用 就動醫 不要這樣 所以目前 我都要很誠意 我也都很認真 我也有建議說 他現在就是 我們現在所有的便宜都要 不管你什麼都要 IC卡插下去 IC卡 如果你是居家隔離 居家簡易自主管理的 他就嗶嗶嗶 他可能就不要讓你進去 我們真是希望 我們要這樣 就是我們現在沒辦法 在門外有一個堵卡機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咱們也有建議說 是不是有那種藍頤的堵卡機 要是怎樣 要先給他一個 他如果有警戒 就不要讓進去 這樣 不能說 我們一個給你順利 在門外 他 我想你不要插卡 你沒有卡 這樣很費工 是啦 所以也是我們說 基層醫療 可能面對到 這段我們說 風險事跡 大家所想出來 建議 越小越越好 越小越越好 其實我們再問到這個 府議長 其實我們看著說 這月我們說 他病院裡面的滾滋感染 有一個是這個 我們說 嘴氣疼 這月先把他導遊 他吃這個雞疼 因為這個風險 實在很大 在嘴氣疼的部分 我們說他又感染到 你怎麼看到這個部分 是 因為他這個便宜 也是年月這麼大 所以大家在打斷 也是說 覺得說 如果真的吹氣疼的時候 不能太積極地治療 OK 因為現在是感染的狀況 先把這個感染後來 便宜 這個便宜 跟他用沒有 之後再來治療 因為吹氣疼 也不會說很危急生命 先把他疼痛 因為我們治療 吹氣的時候 這種肥膜很多 是 所以這是一個好的辦法 是啦 我們也說到這月 這個軍事感染十五個案例裡面 其實都有不同的這個症狀 自這個八一二 我們說在美國回來 六十歲的老生死 尾手傳給八百三百 這個我們說的 他這個醫師 尾手我們說 傳給他這個女朋友 也好 還傳給他家裡的人 另外還有護理師 這個人員 還傳到我們說八百四十五 八百四十四 我們說這個部分 真的可能那時候 還有我們說在摩斯巴卡 這個軍事感染 或是說傳給他社區的這個部分 這個鏈 我們也看到過期 其實在三月 過年三月的時候 我知道還好去看 有一天最多 是二十七的雷 二十七的 但是是二四的 是經過這三雷 是這個我們說 本土的這個案例 其實當時 我們說有經過的這個危機 也有本土案例 在當中在傳 所以當時保險 就沒那麼多興 如果這尷尬 這尷尬 還要管 其實我覺得 最近這個防疫的保單 是一個月底而已 因為一般我們如果是 有導播這個個人的保單 基本上呢 我們如果是開始隔離治療開始 其實是都有禮拜 就是拜了 就是拜了 因為去年有 有台部份的保養公司 都已經有公文出來 就是說這個法定的這個傳染病的部分 一般我們個人的保單也能給付這樣 剛才是說 他這個治療的時間 隔離的時間比較長 有時候會影響到我們這個上班 工廠 如果沒辦法上班 沒有新水的時候 一個新水的保養 主要的可能是這個部分 是啦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保單 我們等一下這個好話再來說一下 首先我們再帶來看說 其實我們剛才也說到 基加隔離 在這回我們說空歷五千人 未來可能會遇到 真的這個人數 可能會更增加 尤其我們說一個官方 就是這個入境 要回來過年的人 是越來越多 但是我們也看到說 這回也在這個負圖 隔離病房 收集這個人數是八百六個 我們說 靠近本地 我們說八百九十例裡面 這尊該獨隔離的人數 七百九七個 我們說臺灣算是不錯 你如果去Jump Hopkins 這個網站去看 我們說其實臺灣的這個空歷率 空歷率是很高的 其他的國家 有的是這個死的 或是說真的沒辦法 出營的人 真的是很高的 所以我們看到說八百九十的人 其實有一個普遍案例 這尊是八百八十九雷的款 所以有一個空好 他把他消毒掉 另外他總共是七百八十雷 本土安的七十一的 通行便宜感染屬性 裡面有十六個 所以我們看到說 吳武林堆三十六個 這個航空氣感染兩個 另外我們說幾乎隔離的這個人數 我們說這回控制五千人 我們說隔離的這個人數 我們剛才說到三千兩百六十二的人 回收更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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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 這個人數有到兩千四百八十一人 在這個便宜有四百七人 另外在社區還有三百零五人 基加減就是這個人數 目前已經超過到四萬人 我們說這個回來台灣過年的 一月就是到館房 可能差不多五萬人 主主健康管理 人數如果是過多 真的難以來去統計 但是這個主主健康管理 就要好好來講一下 就有人說主主健康管理 有的人是要照我們三檔去訪體溫 有的人就是不掛水暗 待會兒我們有另外一張堂 剛才其實醫師有說到這個 射手店這個關聯 真的很好 就是說你跟每一個地方 一個點就去消毒一下 你吃到電腿消毒一下 你要去另外一個點 再消毒一下 但是我們說基加減的這個人數 未來比較純潔 會過到一個新鋒 新鋒 你怎麼去看 我想過年那是大陸的台商 那我現在也有病人 他在大陸 但是他沒辦法回來會隔壁 通路邊的藥 所以我們健保署 現在是很好 可以一國會 他有一個保證 想說他沒有保證說 他真的在大陸需要這個藥 沒有IC卡 沒有人可以開一國會 他要怕他給他 這種人回來台灣 一定要回來 他會看病 所以這些人看病比例會很高 很高 因為台灣有可能不一定 他沒有那個病 他病要等多久 不一定他會怕那個病 他會回來 所以會來經濟 所以經濟 方向一定方向有 但是現在就是說 大陸如果很安全 臺灣就相對要比較輕 大陸如果外國很厲害 如果他在什麼十家床回來 我們就很緊張 所以現在大陸回來 有入境的IC卡 都會註記 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會很細心 現在就PPE 就是他從頭到尾 口罩不可以下來 我們也不可以下來 這就是問題 如果他怎麼會痛 我就會了 沒有 因為口罩不可以下來 萬一是我們經濟 都要停十四日 如果每天經濟都停 所以就是說 這個春節這裡回來 大家的風險都很大 大家扶著 都要動 這就是說 衛生局 有給我們很多指示 有很多說 你要怎麼做 我們盡量 特別的記者會 都跟我們參加了 中間的婚姻長 義大婚姻長 隔夜的議長 大家跟我們理事長 都公共的 記者會比較敢說 這就是大家都有討論過 大家的地方都不一樣 通圍可能要最大 其他的地方都很怕 如果第二的通圍怎麼有 大家都很緊張 我是覺得臺灣的數字 真的都很好 比起外國 我們實在是好很多 日本有三十七萬的人得到 沒有到一千 所以我也覺得說 我們臺灣很好 就是希望大家更打拚 大家我覺得最重要 民眾都要有自律 自訴自律 就是大家都要說 你如果一點政策 你就不要含人格格地 你就不要含人家 所以你小朋友問問 尤其是醫師人員 醫生 火力師 你怎麼可能會被別人問到 你要隨便跟老闆說 你隨便在家人自己自我管理 甚至你需要做篩檢 那些新聞比較不會說 討論得很厲害 我們也看到一個案例 這個他說 我有去通圍便宜過 但是他媽媽說 你不要跟我說 這個案例 其實在新聞上也差很久 我們說你只要有 我們說跟確診個案 還是說這個通圍便宜 有出現過 其實我們說這個一月十二日 我們說有改一個這個制度 本地要基加計劃的人 是跟這個確診個案 有一定程度接觸 沒有這時候就跟他過 你說有接觸到 就是有了 不用再十五分鐘 什麼部分 你只要有接觸過 另外我們說 在這個限制 是什麼 十四天裡面 沒有任何理由 不可以外出 每日補充這個一千塊 是你沒有薪水才能有到 而且你沒有違反到 任何的我們說 這個公約這個規定 另外我們也說到這個對中 對方的這個衛生機關 每天來對中兩次 另外手機的定位 這時候我們說 在在討論這天網 開始在降落 在在形狀 不遵守 不遵守這個規定 換出來 上官會可以發一百萬 這個發錢是少的 你如果是變得是傳播 其實真的是我們說 對臺灣的這個奉獄 真的是一個大升等 另外這個騎機檢疫 自國外一間的人 我們也知道 這尊在國外 要進來跟臺灣的人 你如果是外國人 是不能進來 除了我們說 有些基隆情的外國人 還是說有做這個 行列的訴求 臺灣人 其實你回來 都是要做一些基礎 檢疫的部分 另外我們看到 主主健康管理 就是說紅頭部 檢疫情的個案 但是你說這個 通報檢疫情之後 你自己是不是要去觀察一下 沒有證明之後 你才可以出去 差不多是七天的這個時間 基階紀階 或是檢疫的結束之後 這個個案 我們剛才有說到 十四天之後 這就是七天的這個部分 或是說你比較真正的這個 驚訝的這個地方 或是說人家 比較客客的這個地方 或是說有空特別通知的人 出外你就要加水癮 但是大家就要照顧感光你的這個體溫 跟你的健康狀況 不能參加大型的這個活動 跟這個主餐的這個主會 另外沒有特別的這個隊長 參加大型的活動 都會希望發三十萬 所以我們也說到 剛才這個儀宿 說到日本的這個案例 這順也是很怕人 其實我們也說到 有人在說 這個基階中心 這會讓他真的放鬆去 放冷去 像是這個衛生署長 油漬量也有說什麼 他也說他四點要讓這個 基階中心建議 說所有入境的利益都要鋪胎 或是說這個如果有醫護人員 因為他們自己需要抵減 就不用費來抵減 另外就是很多這個措施 尖對到我們說這個基階中心來 有人也說這會這個基階中心 十萬這個電文產七十二點 前來去做一些這個基家 隔離的這個減少的這個措施 我們剛才也說到 這個一月十二 這是一個關鍵 本地的這個 隔離的這個措施 有另外一個改變還是說定義 還是說空的這個範圍 是自小慢慢再擴大 有人說這個胖是哪來哪大空 府議員你怎麼看 他現在做這種是說有近幾萬 其實現在說這個都是沒有什麼重要 OK 現在就是說 因為現在看這幾波的傳染染 傳染過來會撞不住 撞不住 我相信現在政府控制這個 這個比較危險的這些 一直是有一個效果 我們也看現在本土案 應該還有 但是不會這麼多 應該慢慢就會降下來 所以我們也不用太緊張 不過我現在是覺得說 他們如果要查這個感染源 可以更快去做更好的措施 應該是有些像可以了解 這種白毒到底是什麼樣的白毒 從基因序列去了解 這樣就知道這不明是不是 對不一樣的感染源來 這樣就比較好去追蹤 追蹤 所以這現在 我們看現在 這波的現在看 如果撞不住 應該是 我們看起來 應該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過去 像去年三月 我們也要小心 因為兩座的時候 大家都要小心 比較小心 比較小心 因為人家在照顧 也是 人家也不是心 人家也是有體力的 像這種滷車還是飯店 人家滷車比較多的時候 也是要比較精神的 要注意這 人家的這種保護 都要做得很好 這也是一種人要比較漂亮的地方 是啦 真的非常是疑 就要非常 再去關心關心 我們說真的小時候的這個部分 繼續其實我們說 醫師也有準備兩座導辦 也可以繼續來跟觀眾朋友說 其實我們這座醫療的狀況也好 還是整個疫情的異構 這個導辦 剛才我們怎麼說過 這就是說通訊診查 就是萬人拖得很嚴重的時候 是 還是說自我居家管理很多人的時候 我們就要客公 拖廳的人在家裡 你和醫生來通電話 來開藥 健康的人去精塑 領藥 不要說有糖尿杯 還有老人來精塑 你有便宜來精塑 未來餵育 很嚴重 當然你來去大間便宜 依靠能力來隔離 來治療 所以他現在就是說有一個高雄區 因為有一個一九二二專線 就是很多人 這有時候沒有很專業 衛生局高雄區 有一個零七七二三零二五零 所以他就很專業 他讓人接的 他就跟你判斷說 你這個嚴重你要坐防疫 既存在救護者醫指定醫院 比較輕的就通訊診查 萬一萬一 你如果說是老人 走路很不方便 然後在樓上沒有電梯 高雄區我們有八件精塑 現在有要看比較多嗎 可以去居家醫療 就是醫生你怎麼看 這樣是有風險 就是我們醫生也萬一這樣 所以這就是現在高雄區 都在這裡 剛才就是說我們大家 如果醫療病醫精塑都學習 你一定要催癌用得好 你要帶券保卡 因為關保卡就是都有你的記錄 我們可以知道 你是不是討論病 他看過病 怎麼會有 這有問題就比較重要 最重要就是說 你醫生有什麼不可以 不要跟別人看病 你不可以說 別人飛行我不要看 你最重要是說 我幫你鑽進 OK 現在就是問題就是說 他萬人如果危險 在我們的門口沒有進來 我現在叫叫火車 或是防疫這載車 多久的來 我們就是希望說 高雄區衛生局更努力 比較快來的 還是多期是比較快的 增加就比較慢了 是 當然是 尤其是說 如果自己一個人 招肚子他就招肚子 他招肚子 因為招肚子不會外負人 我們就是要通風 所以問題就是這樣 如果說到剛才說 是不是太冷太暗 只有這事後諸葛 沒有人那麼厲害 是啦 但是我們就是 大家都比較努力 比較適合 這樣應該我們就比較安全 真的 很多人在說 我們青春 可能我們五倍 這個日本未來三個月 裡面頂頂 這個確認這個案例也好 還是說我們可能青春 其他這個國家 收穫也好頂頂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一月 是我們說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度四的這個標準 其實這個在去年的時候 就有了 還有一次拿出來 讓觀眾朋友來知道 那是我們說出現經驗 以及地數我們說 藍三的社區感染這個病 是第一關 我們說這群可能應該是第一關而已 而第二我們說在社區 還有出現到這個感染源不明的 這個本土病雷 這是第二關 還是說第三關 真的危險了 我們說是什麼 一禮拜出現三天醫生 社區君子四天 或是說一天確診 10名醫生感染源不明的 這個本土病雷 另外第四的 就可能要風聲 或是說出國頂頂的這個部分 本土病雷 很近來增加十四天裡面 所以平均每天有一百雷以上 或是一半找到 我們說找不到 我們說的這個團嚴連 這才有這個四的標準 我們說一步一步來 這群可能要在這個部分 但是我們說 觀察的是一月初六到一月十九之後 買手的十四天 還有七天這個部分 真的這個部分 如果有動點 可能我們都不用走到這個後面 這個改變去 所以我們這群 剛才這個遺書所說的 真的做好事 但是因應到真的很純粹要來 我們說過年 高天也好 台天也好 民主就在交通 我們說大纖線在臺灣 境內 還是說在國外 雖然我們說國外 今天有新聞說這個 透明基調 九十九趴的這個 我們說離開量 是減不起來 因為我們說真的 在過年的時候 大家英國都是出國去刺頭 或是說有回來的這個部分 但是這月都動點去了 也先來看高通的這個新措施 沒有在桃園便宜的軍族感染 過代 總結效應 直接觀映在國內路由 每個路由 都沾對出團 桃園的團體 無限其停團退彙 沾對這一波的替團條 交通部長 林家龍發生 希望觀光業者 共同來打過難關 提令入客 在公約期間 減少擬盪 不過也希望國界 不可以過度標籤化 後來有政事館 加上存在家族要到 交通部正式已經建議 加鹹辦公共運輸 很有措施 加上華生日 第一次在今年春節期間 加開263個房子 當中請票都已經不完 再在春節週文期 加開453個房子 已經不出超過一半以上的最佛責費 但時間一定沒辦法不及太鼓勵 那是要禁止影響 天北騎票到自由州 將由政府重新確定 有關於限制飲食 還有對號座 這方面都有具體的規劃方案 交通報強調 為了比例越客 不清楚 先措施中有支援中心 統一法佈 在加鹽辦 控油措施中路前 台中文書港区 有完為期 專名化脆胺 入市 有沾銷消毒 保持下高 鼓勵煎杯之下 才能躺脆胺 吃東西 記者綜合佈度 先我們看到這個高鐵 或是說代替票是賣得哩哩哩 我們說真的賣得 真正 我們說唱不懂 有這個禮 但是我們說真的在臺灣 要回到臺灣過年 因為我們說風雨算不錯 雖然我們說有本土案例 但是我們看到一月二八 就是我們回到臺灣最貫胖的地方 風雨立貫到底有夠不夠 我們看到通績定有特質 這個人數差不多兩千至三千人 說到關公局 說風雨立貫 我們說二點一萬驚 同時濟大日 我們說來到高雄 另外上禮拜我們說全臺灣風雨立貫 濟大日 是這個本月創的五十% 增加至六十二點六八 高雄風雨的部分 相提是不是這個金字十四 還是說出銷自由作為我們說馬仔 我們說高雄部會作為來公佈 另外我們說已經研究到新的這個方案 一月二十會調開到這個英本的會議 和自費中心報告說有必要拆除 什麼樣的這個行動 也必然說真的有些怕 我們說人客自身測斷的這個情境 另外我們還要說 雖然這個高通有這個新的這個措施 可能馬仔就有這個補分 但是我們頭段也一直在說到這個保險 保險的這個補分 有的人是風雨做得很好 就不用保險 但是有的人是一種既台的心理 說五百塊我就要給他拚看看 拚這個十萬塊 但是這種心態這樣是不好的 有的人說這就是 我們說但是也說這是高 到底風險的一個大問題 有人說可能他為了要賺拚這十萬塊 他如果去這個我們說一區 或是說在已經發佈的 我們說去那裡老老做一些遊覽 其實也有一些風險 在怎麼避免這個到底風險的人 其實保險公司在推出這三片時 他都可能有這些情形 是 主要這個參養公司的這個補分 如果如果我們去買 他這麼受到歡迎的原因 主要就是說 他不用告知那個體況 譬如說我本來就沒有想賣了 但是他這個補分 他上面就寫說 如果我如果到達武漢飛鴨 這些發展的團燃爬 我就可以這麼受到立場 所以為什麼我們家裡有些事 他已經沒辦法保險的年齡 或是說他身體已經有狀況 基本上他可能會對這種補分比較有興趣 如果說我們一般已經有個人的補分 其實我認為我不用到勞 所以我們剛才也有說到有十三間 我們說三陷這個協助 減隊的風險要推薦到 我們說的這種補單 我們也看到其實這個台山風險 風險的大一倍 我們說這個補分 長這個五點之後就沒有了 所以你也想不到 所以你如果說確診 接受到這個幾個月的 就不會十萬塊 其他補充是沒有 但是細節我們就要給你看 除了確診 染病還是確診接受到人 或是進戶通締 頂頂的 鑑里都有二倍五百塊 有的人是說這樣 我就去看看看 另外我們說這個富邦 這也有三陷 他說什麼 給他們鑑里一萬塊 或是說你能貸到半一萬五千塊 斷營是一天半一千五百塊 那那一月就看到這個一半 上關落到這四十五天 另外除了鑑里 滴杯 斷營 滴療 都有二倍 出國也有保障 他的保障是一千五百七七塊 另外另外一間 你如果是這個法定團賣 保障金一至三萬塊 剛才上班特別委員金五十至一百五十萬 剛才上班斷營是一千至六千塊 九百五十八 五千控三塊 是他的這個保障 到底他要買嗎 有人覺得很少的 可以去加強保障一下 有的人真的我們說不用擔心疫情可以先導播 但是剛才這個安西東也有說 這就是我們說這個投暴率沒那麼高 不用去擺這個風險 在 尤其我們說這回可以看到臺灣産物 這個部分已經來停機 我們說去賣 表示說他有另外一個 我們說法定有做衛納量 風險衛納量 Risk Appetite不一樣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風險衛納量就是說 但是說大家有這種 訴求 預期說這個疫情可以發展起來 結果我中間的紀錄就拿到很高 所以大家就快去唱 所以原來就是說可能這個臺培率 提升很高 這個都相對的啦 是 大家按算說 這個確定人數會高 這樣也是一個不好的這個概念嘛 對不對 對 從保險的這個我們說 藥者來看是一個不好的 從醫療的經驗不好啦 因為我對保險沒有這麼有研究 OK 這個保險是很簡單 很小 所以大家都會買 是 保險很少 拚到兩百拚 有的拚三十拚 有的拚八十拚 這拚到兩百拚 所以阿松部長說不會好 他說差不多要拚到一千拚才會好 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嘛 但是五百塊 大家覺得稍微錢了 第二十萬塊要投保 他很乾脆 不是像北京公司 他說要一萬 幾千他就很乾脆 就給你十萬了 所以我也很多醫生去投保 很多貨書去投保 是 我自己覺得說 這不是會合不合 這是買一個心安 我就讓隔離了嘛 我賣一個十萬塊 因為隔離可能很不方便 不然我在家裡 他還花很多錢 買很多東西 所以想我 我也是希望 替我的貨書買 替我的藥書買 但是要擺財很麻煩 所以我就沒有了 買不到啦 我知道我的公費是希望大家都買 我知道我看就是醫生 給你輸 我們這裡醫護 我們風險比較高 如果我們很多人去買 保安公司就倒了 如果都是花東的老百姓去買 因為花東沒有什麼疫情 保安公司會賺錢 這上奧版是怎麼用呢 我們補助委員說有三十萬的買 有的說有一百萬的買 如果一百萬的買 因為大家都得到 像美國這樣 他好像賠到五十億了 所以那個公費就倒了 但是可能是賣了 如果台灣 我都希望台灣很安全 保安公司賺大錢 讓大家賺五百塊給他賺錢沒關係 但是萬人如果有些人 他就真的可憐 運氣賣 保安公司 負責來賠 所以我覺得這件這件事對我來說 我覺得好事給我們買一個心安 甚至我也在醫師公圍的 我們理監事的賴群主廂公 是 台灣五萬的醫生 大家人都買五百塊到兩千五百萬 建物鐵灣買好了 但是就有人說 企科醫生也要買 給你算是買不完 你不好意思 但是理論上國家也可以自己來說 他給人員 他說這樣 我就給你十萬 國家這樣做 大家的視線也很好 我們也看到這過 就是報告國家來替我們現在 照正 替這些照正的戰士報仙 他找報仇主廂公司很麻煩 大家又簽名 很麻煩 他就說你如果真正英功 我就給你十萬 那時候我看大家人士氣 結得很好 大家也結得很拚命 真的 這回我們看到八八三八 這個斷營醫書 第一次我們說 這個威脅部也有三十五萬 這個我們說這個靠近的這個醫師 另外也相對到很多我們說醫療人員 他說真的 新康 我們剛才第一期押平時 我們看到這個醫師是一天一萬塊 如果是直接接觸到這個靠近的這個病人也好 或是說貨利人員是五千塊 或是你說感染科 或是麻醉科 或是要擦控這些人 都是有些補助 但是有些基礎的醫療人員 都說這個頂貼是頂部 我們說整個經典醫療狀況 不知道府一定有聽過嗎 還是醫師有聽過嗎 這個現場的這個狀況 衛生 感到沒有 我是沒有聽到 我們精神的部分 你如果去年三月 四月 五月 你如果一國有看二十幾以上 他就給你三萬塊 是 就是說你有監守崗位 沒有臨陣口 他有給你錢 一國一萬 三國就給你三萬 一國給你一萬 你如果有簽說你要通訊診查 他又給你一萬 OK 你如果說你看邊的病人 想要貨利療科 尤其科 保安基七十五以上都是感磨落塞 他一國又保你三萬 如果保安基六十保你兩萬 保安基又保你一萬 就是很多肥病科 它提升很多病人 現在大家都不怕疫苗 很多病人 保這個 對我們來說就是說 我們不怕之前我們的護術 要讓他有頭路 你不能說病人這個護術 等他吃自己的 我就是薪水給他 監守崗位 我們還要很多防疫物資 防護衛生 所以保護金售是保不夠 就是我們大家願意替台灣分刀 就是我們希望國家對我們更好一點 但是不管好壞 我們都會認真責 就是我真的希望 國家對基層醫療更好 對病人更好 就是說我們去年到 說今年的總額 冠寶叫總額 我們就說防疫是不可以加十億 我們大家好做 結果加零 所以就是有的所在 我覺得實在國家 可以對醫護比較好 因為你如果想美國這樣 拖到這樣的時候 你要開肱都沒用 真的 錢是真的沒抵抗 真的 我們還先到家保 其實除了我們說 防疫保安以外 其實有人在家裡 或是在治療時 有些財務上的恐嚴 誰來去聖誕 其實你也做一些 這個報告 先看觀眾朋友 因為那般我們開始 在教學醫療行為的時候 我們是沒辦法上班了 所以我也是要在這裡 提起我們的觀眾朋友 就是說我們 如果是多少可以 買一些醫療的報告起來 做預備 做最大的PASS 但是對這個參院公司的報告 就是說我們家裡的人 有些老大人 已經年過超過六十四歲 甚至到七十幾 八十幾 他沒辦法還買一般醫療報端 我們就快來投資 這個參院公司的這個報端 這樣兩個互相搭配 是 比方說這個有時候 你看我們國外有時候 一些治療的過程 有半年到一年 還有美國人說 接受治療 花了差不多兩三千萬的台票 但是我們臺灣的健康 我們的衛福部都 這個報端都做得很好 但是在臺灣 如果是有感染到 武漢的肺炎 其實大部分的醫療肺炎 都是政府幫我們 已經把他卡不掉了 如果說我們自己有個人的報端 這個動員的治療 給付的部份 就是變成我們 薪水替代薪水的來源 我是覺得可以這樣搭配 這樣民眾可以更安心 是 也提供觀眾朋友 另外一個輸購的方向 導播的部份 不一定都把我們拚 五百塊的部份 其他報端的運用 剛才我們家報 有跟我們水面淡報 另外我們剛才也說到 今天這個我們說專給疫情 是突破一億 這個疫情是怎麼說 我們說從去年 我們開始討論到疫情到年 從頭一個開始 在我們說武漢開始到這段 中國有夠出現 我們說本土的案例 尤其這個本土的案例 表達很快 所以我們剛才這個意思 其實也說到 在中國疫情 如果說有很多臺灣人要回來 在臺灣 這裡的機票 就是真正很重要 我們看到一月二三 新增到八十個 靠近 其中六十五個 是本土的個案 有人說這個 紅蔥病院 他在我們說 很多這個興奮出現 這也是一個機票的這個關鍵 另外冬風又說什麼 淨口的這個影頭 也嚴出病毒 之前我們有討論 這個魚頭頂 藍莓頭頂 這段影頭也有了 到底是他們的這個環境有問題 或是都說要把這個人 塞在這個淨口的東西頭頂 這也是大家要去思考的 另外韓國這個部分 國際確診的人數 原本降到三百左右 但是這個一個地方 包括中高學校 一百二十五個人 一體感染 一月二十 還增加到四百三十七人 可能二月齊的時候 有五萬分的這個儀豐霜 另外一本 我們看到一月二十 新增加更增加的這個病毒 稍微看更增加 但是十二天減少到三十二所 但是一月二十五 由新增加到兩千七百六四 另外我們說到 東京都這個地方 新增加六百十八雷 有一半按下是找不到 所以這個部分 提醒觀眾朋友 剛才有這個政衛生書店 在比我們臺灣 可能未出現日本 但是他說什麼 一半按下找不到甘蔭園 我們這盤甘蔭園在這裡 在這個病院裡面 在找得到 另外美國我們剛才也說到 是全世界差不多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確診的這個人數 從去年一月 頭一月之後 馬馬一年 染他的這個人數 突破兩千五百萬 失望率 也是很高 是全球的第一名失望人數 四十一萬七千人 失望 另外加拿大 確診的這個人數是七十五萬 失望人數是一點八萬 另外我們說 臨場的這個七鹽 這個地鐵風的這個油 可能也會有治療這個症頭 另外法國也新增加 我們說一萬八千四百三六例 累積確診的這個人數 我們已經來到三百零五萬 另外失望人數是七萬 另外還有這個新的英國 變成一個境來團補 可能需要這個風景 風險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看到全球疫情 還要這麼嚴重 臺灣安裝水果庁 我們再來請教到遺書 剛才我們說到這個機票 中國前一個武漢 我們說這段在北京 因為有很多這種海檢 還要這麼嚴重 另外是日本 剛才我們也說到 有人說我們是沒手的這個日本 包括 沒手真的是 拍太多了 你怎麼去看 還去建議說 我們臺灣政府 我們這段有說到 外國人已經不回來了 感到說 存在這裡的 我們說要過年 臺灣人都賣得回來 我媽媽就是覺得 回來了很危險 我說那如果我的兄弟 或是我的媽媽 去美國 去台東 我也希望他回來了 所以這人性 我是覺得 不可以不讓我們臺灣人回來了 但是這樣很生意 就是要把他檢查 隔離十四人 甚至是自主管理 親近 當主任說美國 美國失望力 不高 一點人而已 一百的死 一年一點六個 台六反而是比較高 就是台六 他的死亡率五趴 但是不知道會準不準 他有可能 歐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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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他補比較少人 還是武漢會 剛才開始比較嚴重 新加 新加坡是最好的 新加坡六萬的人 比較死二糕 所以我們應該去問 新加坡怎麼失望力那麼低 另外就是說 我們臺灣人可能最多 就是在臺六和美國 臺六他感覺很嚴格 他在集權國家 他就是都有綠麻 有納粹 所以我反而覺得說 他如果感覺很嚴格 他放出來都清晰 反而是比較放心 美國那裡反而是很多人 所以有些都要很小錢 最小就是那個人 居心不良 他自己得到了 他說 醫療不太好 美國他不要照顧 我回到臺灣 臺灣醫療最好的 他居心不良 他還沒說 因為他說有可能 說不關起來 他說不要說 回家裡頭頭頭看 那是最危險的 所以就是說那個自律 就是我們回到國人 我給你回到 你是我的同胞 我都給你回到 拜託你 就要老實說 你有一點風向 你就要說 風向了 真的 我們也看著說 其實在武漢疫苗以外 在國內有這個軍族感染 這個情形 雖然兩天 已經沒有這個本土的個案 在這裡 我們看到指揮中心也在說 說什麼 我們說 之前在說到流感 這個部分 流感的這個規則 壓迫在這裡 所以他們今天在指揮中心 也說到一月三十 開始這個公費流感的 遺風車專門來開放 跟這個遺風車用料為止 十八歲以上都可以來煮 這段是這歲 這個四個流感的遺風車 目前我們說真的 在風向到武漢疫苗的這個時間 其他人也流感的這個規則 也是要多多來注意 最後我們還要請教 我們這個府議長 我們還要給觀眾朋友 一個印象 一個概念 這個存在要求 大家也不能放鬆 還有什麼建議 我是覺得說 像大家從國外回來 都是要比較小力的 可以做的 保護 應該做得好 可以好好做國家的這個減移 這些都要做基幹 這樣就不會有很大的問題 真的 就是說 我們如果有這個家裡的人 在我們說基幹的基幹 回來就要基幹減移 如果是真的有剛才我們說的 這個有接觸到 我們說的確正的這個部分 基幹隔離也非常重要 另外如果是真的有 去過我們之前說過的 這個走開的地方 主助健康管理 尤其重要 不要在那邊 老老是有趴趴趴走 今天非常感謝三位來臉 也感謝鄉親好平的收看 好 讓我們再次回 感謝 多謝 多謝 感謝 感谢观看